我覺得決策級別改變 我都不認為有關鍵影響 而是我們看到了什麼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二軍在撤退 比如說哈爾克夫 然後原來針對奧德薩的部分部署 也沒有在進行 所以現在給人家感覺是 他大概就是鞏固兩個共和國 馬力波還有赫爾松 就是想要鞏固陣地 那因為盧干斯克還沒有打完 所以大概還會有零星的戰鬥 那至於其他我認為 他還是以鞏固為主 委員這個從他們的軍事行動 剛剛你也提到了要觀察 那從這些行動上面來看 這有可能會是普丁自己下令嗎 因為他現在的行動是比較保守 是在鞏固陣地 我覺得這個芬蘭瑞典加入 要加入北約 這個動作可能也會有連動 因為他一定要挪出手來 對北約北闊也要有能力 那如果北約通過這個惡務戰爭 他無限擴大的話 那他可能會陷入裡面 那對北約北闊反而會挪不出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連動性 所以我最近看到的跡象是 我認為他大概就要鞏固 已經打下來確定的地方 然後做本地 本地武裝的一個培訓嘛 然後民政啊 司法啊等等要就位 然後要恢復戰前的秩序 大概是這樣 特蘭跟瑞典 他們現在申請加入北約 等一下我們會來聊 不過現在看到 俄烏戰爭這部分呢 這兩天開始 烏克蘭政府一邊在抵擋俄羅斯 在頓巴斯地區的攻勢 那一面也向外界表示說 烏軍在哈爾克夫周圍的反擊 已經取得進展 烏克蘭的國防部的情報總局的局長 叫布達尋諾夫 他還樂觀地表示說 突破點 Breaking point將會在8月下旬出現 而且他說呢 在年底之前就能夠結束這場戰爭 大使 怎麼看他這個說法 這當然是從烏軍的觀點去講的啦 那我們站在客觀一點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我站在剛剛這個郭仁講的 其實哈爾科夫現在俄羅斯是把他的這個 攻擊線往後退了 事實上在撤退哈爾科夫的這個 可是哈爾科夫在一個月前 當時英國記者進去的時候 事實上他說那個城市 很多地方也被攻的是 很慘 郊區的地方 跟當初基輔那個地方很像 可是哈爾科夫你知道差不多120萬 其實它是一個俄語城市 可是範圍很大 你真的要把這個進去打這個攻城戰的話 你又面臨現在俄羅斯就烏軍的戰術 就是堅守不出 他不出來 他就是躲在這個城市裡面 以這個居民 平民跟這個建築物 作為他的掩體 然後跟這個俄羅斯的軍隊打向戰 所以看起來我想俄羅斯的部隊 大概目前不打這個不打這個戰了 所以哈爾科夫本來他這個 我認為他的戰略價值 就是把頓巴斯 跟他的這個西部地區 他這個把他控制住 因為現在的話 其實那個附近有個戰略基金是19母 19母的話事實上那個地方打得很激烈 那麼俄軍可能是在上風 那現在控制19母 當然19母後面就是哈爾科夫 那現在哈爾科夫他可能認為 這邊的戰局比較有把握 就靠東邊一點的 就是頓巴斯有把握 所以哈爾科夫他就往後撤 可是他一撤的話 就形成真空 我認為烏軍就認為可以長處頂靜 然後一路沒遭受什麼抵抗 他就認為他反攻 之前曾經也傳出說6月底要做個反攻 現在你看這個情報局的局長說這個突破田 他還直接就挑明了說是在8月下旬 但外界大家很好奇的是說你憑什麼 還說年底之前這俄烏戰爭 他憑什麼會這樣說 還是說他是一個新戰狠話呢 我覺得就是講一個空話 現在戰爭的這個主導權在俄羅斯 基本上就第二階段的這個 所謂特別軍事行動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頓巴斯裡面的 整個烏軍趕出去 那現在這個打法就是 就是等於說一步一步的推進 我看了一個照片 基本上俄羅斯那個火箭的攻擊的話 把那個整塊地打得跟蜂巢一樣 那基本上就是打這個陣地 先把你殲滅 而且這次打法就是說 可能不進入主要城市 避免這個平民傷亡 另外一方面也不跟烏軍在城市裡面 發生巷戰 這種是一種非常耗損兵力的做法 那所以進展比較慢 可是我想目標基本上還是把這個頓巴斯 就是整個地區把它清空 把俄軍全部趕出來 這就是他就達到戰爭目的了 就是委員剛剛所說的 我先固守我已經打下來的 烏東這個頓巴斯這一塊 然後呢至於這個進展是如何呢 可能還要看接下來後續的 他們的軍事行動 不過在這個時候 都攻守異位 因為是烏克蘭要反攻嘛 不知道時間點 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我覺得有一條紅線 烏克蘭軍隊也不敢隨便踩的 就是你去越界 或者說你在烏克蘭攻擊俄羅斯的領土 我想這條線不是烏軍做不做 而是說美國大概還不允許烏克蘭的軍隊 做這樣的攻擊 所以我覺得只要在這條紅線不被撤 踏破之前 烏軍沒有什麼勝利可言 烏軍基本上就是說 他能夠跟 要俄軍達到他的戰略目標 這一階段的這個戰略目標 也就是把頓巴斯全部拿下來 是 赫爾松鞏固了 然後把這個現在馬里乌國裡面的 所謂的納粹的 新納粹主義的這個首要分子 通通啊 殲滅或者捕獲以後 就算達成了 那俄羅斯可能就已經 就會停下來了 這場戰爭其實現在也延伸出了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芬蘭跟瑞典 表示他們要申請加入北約 那令人意外的是 俄羅斯總統普丁最近則說 他表示 芬蘭跟瑞典加入北約 不會對俄羅斯構成直接的威脅 如果北約在這兩個國家擴大軍事設施 俄羅斯才會有所回應 那麼最近的外電報導也說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也表示 在申請加入北約之前 他曾經打電話告知普丁 然後就說兩人的討論非常的平和 對於普丁冷靜地接受 他覺得很驚訝 這樣的反應 吳老師您看到了什麼 秀出了什麼樣的氣息 我覺得普丁的訓練是情報 他是情報出身 所以我想他會很沉穩 他喜怒不會形於色 那另外這個尼斯托是芬蘭的總理 他跟他通過電話之後 他可能期望說 他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結果沒有 所以他說他覺得意外 但絕對不是代表接受 他沒有激烈的反應 絕對不是代表接受 我想他是在考慮接下來怎麼做 那剛剛郭瑞典提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北約的東擴跟北擴 只有兩個空間上的 我有準備一張圖 你方便把它拿出來 因為我覺得用地圖來解釋 觀眾朋友們可以比較容易理解 這一張 對 我們先來看一張地圖 因為這是空間 等一下我們還有時間 是另外一張表格 那這張圖是 裡面其實也有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最左邊有19 你可以幫我指一下 1949年到1989年對不對 是這條藍線 對 前蘇聯 其實他的勢力範圍 其實到那個地方 可是蘇聯解體之後 他就往後退 退到第二條藍線對不對 可是第二條藍線有跟黃色的 1667年的那條線接近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從普京的角度 從普京角度來看 他左邊這一大堆的 一大塊的零土都失掉了 所以他會覺得我現在在收復 固有國土 這句話會聽起來有點熟悉 收復固有國土 對 300年來他 覺得這應該就是俄羅斯的 對 他覺得他這300年來 所得到的土地 現在又全部退回去 所以這個歷史 有一段歷史的這種國家 他只要提出這種收復 固有國土的這種主張 其實都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空間上的角度 可是那你就問說 那現在我們剛剛題目 其實是問芬蘭跟瑞典 是不是加上 其實你把另外一張表格拿來 我給你看一下 對 另外一張表格 好 這張 對 好 我們剛剛看地圖 是從空間的角度看北約的進展 進逼所謂的俄羅斯 那我們再看時間 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所有的國家 這些歐洲的國家 都先加入北約 然後再加入歐盟 然後加入時間最多的是2004年 對不對 在這邊 對 對 然後加入EU 美國是2004年最多 所以從時間上的角度來講 那個時候俄羅斯 其實已經普京主政了對不對 可是他沒有能力去阻擋這個趨勢 所以說換句話說 你有意圖跟你有能力是兩回事 那現在你可以 當然你可以解釋說 普京現在沒有大怒 或者是激烈的反應 因為這對他來講 是一種國家威脅嘛 國家安全的威脅 他沒有很激烈的反應 所以他現在能力其實不足 所以他將來不太可能說 你要再動火 再發動戰爭可能比較小 他可能可以在網路上發動戰爭 可能某些經濟的反應 但軍事上馬上要快速反應 大概也不太容易了 那歐盟負責經濟的職委 叫做簡提洛尼 他就說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就是俄烏戰爭 當然對經濟造成 複數上的壓力 可是他們也預計說 今年歐元區的平均通膨率是6.1% 算蠻高的 因為這個3到10%算是溫和性的通膨 但是對經濟會造成負面的效果 可是完全歸咎給俄烏戰爭合理嗎 當然通膨的急劇惡化是俄烏戰爭是沒錯 但是也不能叫主要原因 因為美國進入升息循環 然後中國封城導致的供應鏈阻塞 這都是原因 供應也有影響 所以還有疫情 歐洲自己也有疫情 他也才剛開始解封 所以你歸咎到俄烏 當然通膨我同意 可是他的經濟不如預期 這樣就太歸咎到單一原因了 沒有那麼簡單 不過法國是非常明顯 因為法國本來去年是經濟成長非常好 那今年明顯就是被俄烏給打亂掉了 那所以這個經濟復甦 現在就已經扯到很多面了 因為包括你歐洲長期 是不是處於不穩定狀態 你看自己現在也是鬧轟轟的 內部也不一致 那這個坦白講 美國是很容易獲利的 因為他的資金外逃 恐怕已經高達將近一兆美元 所以歐洲現在也在想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來提振他的經濟 沒有 政治你還是要先穩住 先穩 政治 可是因為政治 就會對經濟造成非常直接的影響 是啊 可是明顯看出他有不同的聲音 這是他自己的問題